我关Sprice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 其实我讲过你按F1 它会调出相关的说 另外的话 其他比如说U-Bound 或者是其他的函数 这底下都有 这边有U-Bound 也就是说 其实这边列出来的每一个函数 其实都有它的作用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完整的了解 到底VBA能够帮你做什么事情的话 其实你这边就是一个很好的教材 当然像我以前就是会花一点时间 特别去整理 比如一边笔记本 专门就是整理什么 整理线上的相关的教学 然后比如说我可能会用到哪一些函数 我把它做一些记录 有时候有空前的时候 也许可以把它拿来练习看看 找一些相关的范例 然后看看能不能怎么把它使用上去 这里边的话 还有这边array array也是一个函数 它本身 像我们刚刚是得到是一个阵列 阵列也有array的阵列的函数 这个怎么使用方法 也许你们可以 有些人在看 之后如果有机会 假如说我们需要用到的话 那也可以 比如说 这个地方应该是怎么样 把很多个资料 变成一个阵列 所以如果你要把一堆资料 变成一个阵列的话 可以用array的这个语法 有时候如果你不太懂怎么去使用函数的话 如果习惯 像我自己是先卷到那个范例 先看范例 人家怎么做 大概就知道怎么去应用了 也许有机会 也许你就再试试看 试的方法 我讲过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类似像我们Excel底下有那个 先把这个档开一下 待会的话请各位开启那个 单元02里面的326这个范例 这个范例里面的话 待会我要跟各位讲有关那个 就是 这边 待会的话我们要利用这个范例 做一些练习 那这个练习的部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的结果 基本上是我们 我们还要带到这一题吧 这一题主要的需求是这样 它是希望可以做到 就是说 当我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如果我今天选了一般 可以把这边的一般 如果这边有一般的 就把这边一般的资料复制到这边来 然后一般的就把这边一般复制过来 一般的张居正放在这边来 如果是二般的话 那就把二般带过来 一直类推 就类似像这样 可是今天的话呢 我们需求 那个入门 入门班我记得我有讲到这个范例吧 没有 有印象吗 有吧 OK 如果忘记的话 回头再把最后一次上课 才会复习一下 主要是希望什么 主要这边下拉清单就是找什么 找班级这一栏 它的这个名称 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班级 那是的话呢 就把它后面的资料分别把它列在 它的这个右边这个表格里面 OK 可是问题来了 一般应用当然不是只有单一个工作表的应用 因为现在等于是在同一个工作表 那如果说未来我希望做什么 我希望变化一下 可能我不要这么单纯 我希望可以快速的帮我怎么样 帮我把这些资料 假设一般 就最好是建一个一般的工作表 然后把一般的这些资料 帮我直接干脆放一个新的工作表 二般就放一个二般的工作表 三般就放 所以按下这个按钮 有没有 一般就放过来的 二般 三般 就分别把资料呢 给带到不同的工作表里面去 OK 而且呢 这个不同工作表里面的话呢 我们要自动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呢 名称就是按照我们要的 那其实这边的话是跑一个回圈 所以回圈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需要有一个回圈范围的名称 所以我在L栏这个地方 先建一个清单 一二三般 他第一个就是这个名称有没有 是根据这个清单而来的 有没有 这个清单 有没有 一般 先建一个 然后把资料放过来 OK 另外我会教各位后面还有一个什么 如果我希望把它删除 按一下删除 整个就删光光了 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要把资料放过去 除了说你可以用我们之前教过方法 就是找到那个一般的名称 放过去放过去之外 其实还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就所谓的筛选 筛选的话 这边不是一般二般三般 你如果一般 把这个一般 先筛选完 把一般得到的结果怎么样 复制到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去 要怎么做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把最后结果让一下 这个是用筛选的方法 有没有 一二三般 那有什么差别 他会顺便把那个上面的栏目名声也带过来 OK 做法上面的话 请各位第一个先帮我开启那个 就是我们的单元02的那个范例档 OK 所以待会的话请各位开单元02 这个 326这个般也 然后稍微复习一下吧 之前想想看有没有 他有印象吧 我们就做一个什么 一般 他就把一般的资料带过来 二般就二般带过来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 自从这边衍生到多工作表的应用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其实这部分就是所谓的资料查询 查询的话就是按照一二三般去做查询 名称的话固定 首先第一个下拉清单怎么来 之前有讲过 特别是这个下拉清单还蛮好用 你可以从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里面的话 如果是固定范围的话 你可以用一二三般 有没有直接一般 斗点二般 斗点三般 这样子他就会产生那个一二三般的资料 OK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他就会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可是呢 这个方法呢 我是觉得比较 比较死啦 如果将来 如果还有四般 五般六般怎么办 OK 所以特别注意 一般习惯上是这样 你可以专门针对 这个下拉清单 给他一个范围 比如说一般是这样 比如说把这个班级 一般是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范围 然后也许我把它放在L栏 把它贴上好了 贴上之后 因为这个有重复嘛 所以一样 我用刚刚那个方法 叫一二三重复 一重复的话 按确定之后 就会一二三般 那将来你可以什么 如果你不要固定 不要是写死 在那个资料验证里面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来源 改成什么 改成在这里 这样子按确定 那这样也可以 OK 去变动 那只是说的话 这个部分 如果说你 假如还有四般的话 如果你现在再输 好像向下拉会产生四般 不会 这里要打 假设会有个四般 你会发现 这个四般的话 现在会不会下拉 会不会出现 不会出现 那你想说 就有东西说 是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它自动出现 交给一个方法 这个时候 当然如果你来源 请记得 你就要选的时候 可能要选整栏 整栏的话 它就会自动帮你 如果你下面有新增的话 而且我印象中 我看一下 应该基本上 上面不要有栏位名称 选整栏就可以 比如说以这个地方来看 假如说我另外再新增一个工作表 我放另外一个地方 那为什么要放另外一个新的工作表 主要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这个清单底下有曾经放过资料的话 那它就会加一些空白的东西进去 也就是说你要 这个放个清单的话 最好是放在一个全新的一个工作表里面 这样就相对的比较没有问题 我举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的话做什么 就是资料验证 范围的部分的话 就是选这个 那选这个的话 记得是选整栏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边有一个名称 等于班级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点一下 有没有 如果我现在一般 假设因为这个范围里面有 有没有到到5班 5班delete掉 delete掉 然后这边点一下 你会发现 5班就不见了 不过我会讲 只要你曾经用过的地方 它不会帮你删掉 也就是你那个地方用过了 它就会留下痕迹 OK 其实在那个 这个sale背后 它就是叫used 就是已经使用过的 used sale 就是已经使用过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去掉的话 可能你这个范围这边 要不就把它整个删除 要不重新建 另外 假设我刚刚5班 比如5班 那如果我有6班的话 假设我要增加一个6班 那你会发现 这边切过来的话 这边就会自动做一个6班 因为我是选整栏 这个方法其实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你要让清单自动产生的话 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法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如果点1班 它要自动把资料抓过来的话 那方法当然有几种 我这边是写成用开发文言里面 这个我之前讲过 就是用这个 叫什么呢 这一个工作表 被什么呢 如果被change的时候 那我就是 也意思说判断说 这个被change的 这个储存格 是不是h2这个 这个储存格 如果是的话呢 那就呼叫什么 班级这个sac 那这个sac的话 里面主要是写什么 就是去 跑一下回圈 回圈的话 那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做什么 如果它的a栏 假如等于这个名称的话 如果两边是mach 这边跟这边mach的话 那就帮我把这一个call到这里来 这一个call到这里来 一个一个帮我call过来 那是应该有点影响吧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那个班级部分 假如我先call这个 那其实写法的话 不外乎也是一样 先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然后接下来一样等于k k等于5 这个k等于5的话 基本上会 我们主要就是说 我要把资料放在哪一列开始 从第5列开始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 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12列 帮我怎样去比对 如果比对到的话呢 就帮我把什么 把资料一个一个call过来 可特别注意 你除了说可以用那个储存格 到这个储存格之外 其实 建议各位可以学一招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 你可以 不要一个个call 而是怎么 你把一整个 因为它是一个连续的嘛 所以 如果你将来 你要把这个范围 假设是连续的 整个call到 这个位置来 的话 程式 该如何撰写 这边很重要 因为以后 如果我今天 刚好是一整个范围 我整个call过去的话 那其实写法也是一样 写的方法 我好像在上一期课程 如果班有讲过 这个地方你可以用range 那range的话呢 后面呢 特别注意 我从哪一个储存格开始 从这个储存格 所以这个储存格 我就可以把它叫做Sales的I列 有没有 从B栏来写成这样子 逗点后面就是哪一个储存格结束 结束的话 B C D E 有没有 就到E 所以 开始的储存格 结束的储存格 后面的点Copy就可以了 特别是Range.Copy Copy后面的话call到哪里呢 我如果今天要call到哪一个储存格 call到这个储存格 开始的话 特别是你只要记得 call到哪一个储存格开始 只要跟他讲开始那个储存 他就自动怎么样 帮你把资料延伸出去了 OK 所以我要call到哪里呢 call到G欄的第五列开始 所以我后面的话就把它叫做Sales的 这个G欄的K列 这样就可以了 后面的话就K等K加 一直把它这个往下放 那你会发现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也就是我可以怎么样 当我点选这个下拉清单的时候 他就触发刚刚这个工作表里面的J 我把它中断好了 所以等一下我把它Range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事件 什么事件 当这个工作表 哪个工作表 我现在这个工作表 被Change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物件 这个是事件 Event 就是事件 当这个物件 发生什么样状态的时候 就Change Change是什么 里面储存格有改变的时候 那我就做什么呢 判断说这个 特别他给一个Target 的一个储存格 或者一个范围 那我只要知道 Adress是不是H2 如果4的话就呼叫班旗 所以我这边测个中段铁 我跑一次给各位看 好了 这边点一下 比如2班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触发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Target address 是不是等于H2 是 所以你会发现 可以从这个参数里面 知道说是H2 里面是H2 所以呢 我就去Call班旗 所以 所以我Change的是这个主人格 Call班旗 那做什么呢 先把里面的字叫清空 清空之后的话呢 再做什么呢 再来就是一个一个 帮我去把 资料 2班 这个2班 把这一个范围 就Call到哪里呢 Call到这里 那K因为等于5 所以先Call到5 第五列 那K后面就K等于K加1 所以就Call 我往下找 找到这一个 那再把这一个 Call到这里 OK 那就完成 我们要的资料列势了 所以这边的话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今天呢 当然 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希望怎么样 就是会有延伸练习 我希望 我们将来 不这么 123班 最好是一次 我不要点哪一个 就出现哪一个 我希望呢 最好是可以跑个回圈 自动帮我针对123班 就自动在这个后面 帮我加1班 2班 3班 然后并且帮我把1班的资料 就直接Call到这边来 2班的资料 Call到这边来 3班的资料 Call到这边来 诶 这要怎么做 OK 所以待会请各位先把之前的那个 因为这个是之前讲过 我只是稍微复习一下 然后 第二阶段就是说 我希望哦 不那么单纯 不是在同个工作表 而是希望 能够跨工作表 所以 待会的话我会说明 诶 如何 用VBA 自动帮我建工作表 第二个 自动再帮我把1班的是要搬过来 2班的是要搬过来 诶 这要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示意 看一下哦 所以待会的话 就是 我们要学会 如何新增工作表 然后呢 工作表名称也可以变更 所以如何新增工作表 如何把他的名称变更 然后如何再把资料Call过来 OK 试一下哦